让我们一起进入2022年 青年科学家50平方论坛的学术演讲环节 让我们来听一听六位优秀科学家们 发布他们最新的科学研究报告 他们的报告其中有一部分 是跟我们今天关键词是直接相关的 首先为我们带来分享的是 西湖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 西湖实验室主任 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余洪涛博士 他分享的主题是 基因组的残层与塑造 王达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同事 大家早上好 我非常荣幸地能为大家带来第一位 第一个报告 对我们青年科学家论坛 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我自己还觉得自己还算一个 青年科学家 但是已经是 步入这个晚期了 所以现在我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基因组的传承和塑造 大家做天文的物理的化学的 肯定要问 为什么我要关心这个基因组 基因组呢 是生命的蓝图 它通过表达变成蛋白 然后来调控整个生命过程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不一样的 有高矮胖瘦 也有能力上的区别 所以在励志的时候 大家会说 所有的人都是born equal 我们生下来是一样的 只是有些人更努力 这个其实是一个谎言 其实基因是决定我们很多性状的一个基础 大概从不同的简单的形状 到复杂的形状 40%到50% 就像我不可能像梅西 特罗拉的耳朵一样 在世界杯上去踢球 但是他们要来给我 讲我的这个报告 可能也会勉为其难 所以我的故事呢 就从一些先者们开始讲起 一个奥地利的植物学家 Mendel Mendel呢 他在做豌豆的研究的时候发现 这个性状和基因的传承 是很大的关系的 性状呢 有显性 有隐性 如果这两个不同的豌豆杂交之后 你会发现在第一代 全是非常高的 这是高低的这两个性状 他用七种性状 这是我用高度来做一个例子 然后在第二代的时候呢 这个高低的性状又重新产生了 是三比一的区别 所以通过这个 简单的实验呢 他就推测出 这基因的性状 一个是来自母亲 一个来自父亲 然后这两个的结合 通过显性的能显示出来 在第一代 在第二代的时候会传承 所以这个 实际上Mendel 我们现在在科学领域 强调要交叉 Mendel的这个training呢 它是最典型的交叉 它最早的时候是物理和数学家 所以对Compatural Mathematics 的training 也使得他 对这个遗传学 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我们也常讲 就是作为一个科学家 对科学的贡献来看呢 就是如果你这个人不在 你对科学的进展 影响是多少 多少年 对大多数人来讲 这个无法恒定 但对Mendel来说 这个大家可以清楚地知道 是前进了35年 因为他在1865年的时候 就发表了他的这个文章 只发表了60册左右 没有受到重视 在1900年 另外两个实验室 他们Claim是独立地 又重新发现了 他的遗传法则 所以整整 至少前进了35年 我觉得这在科学史上 也是少有的 Mendel发现了 这个遗传法则之后 他并不知道这个物质基础是什么 下一位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 是德国的生物学家 Walter Flemming Flemming发现了 在细胞分裂的过程中 它会产生很多丝状的东西 所以他把这个过程 命名为有丝分裂 这个丝状的东西呢 就是染色体 你可以看到这个染色体 排列在赤道板上 然后在完全synchronous的分离 染色体呢 上面接着很细小的 这个叫仿垂体 微管 然后这使得 染色体在裂分之后 可以平分到两个子细胞内 然后Theodore Bavari 一个德国的动物学家 又把这个染色体理论延伸了 他在做的是 用的是 海胆的发育 大家现在可能知道海胆 主要是用来吃这个日料的时候 会接触到海胆 但是海胆 他发现这个发育过程中呢 如果一个海胆的卵 有两个海胆的精子 这样同时受精的话 它会有三倍的染色体 会在这一个海胆 这个受精卵里面 通过数学的这个推测 他会发现 如果在四细胞的时候 把这个四个细胞 分成四个不同的Embryl 他会发现 有些这个胚胎 海胆胚胎是可以发育正常的 有些不能发育正常 通过这些发育的正常 和不正常的比例 他推测每个染色体 这个海胆就有四条染色体 只有胚胎 有所有的四种染色体的时候 它才能够发育正常 也就是说每个染色体不同 然后如果 这个整一套染色体不在 它就会导致发育缺陷 也就是它命名了 所谓的非整备性 Embryl 它也预测 这个非整备性 可能在人体发育 出现疾病的时候 细胞分裂不正常 产生癌症的时候 肿瘤的时候 有可能也是 有非整备性而导致的 我们大家知道 人体我们的染色体是有46条 所以23条来自母亲 23条来自父亲 所以这个染色体呢 它在正常 一般大家看到的这个图像的时候呢 你仔细看 它是在每一条染色体上面 是有两条紫媒单体的 这是在染色体在有次分裂过程中的一个形状 所以现在我们想感兴趣的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染色 这个紫媒染色单体 是怎么粘连在一起的 然后粘连之后 在有次分裂过程中 这个染色体是怎么分离的 因为有46对 要分离正确到两个子细胞里面 然后如果它是非整备性 它能不能跟肿瘤的发生发展 有什么样的关系 所以这就是我们实验室 长期以来感兴趣的问题 我在回国之前 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西南医学中心 做了20年 所以我们实验室的工作呢 很多是聚焦在 一个叫仿垂体检查点 另外一个就是 粘连蛋白和调控网络 这两个领域呢 是相关的 它都对染色体的分离 和怎么抑制非整备性 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有非整备性 我也提到了 都会导致肿瘤或者发育缺陷 另外呢 粘连蛋白基因转路 也会导致肌疾病 这是我下一个 就是染色体塑造的 这个题目要 接触到的 就单染色体的非整备性 像Bovary早就发现的 是对发育 有重要的贡献的 在人里边最常见的 就是21号染色体的 三倍体 就Trisomia chromosome 21 这会导致 糖氏综合症 昨天我们听到 这个卢玉明给我们带来的 寄语 他就是发现了 在用母体里边 有胎儿的DNA 可以检测这样的遗传 发育疾病 所以这个糖氏综合症 其实其中一个要检测的 非常重要的疾病 然后在癌症过程中呢 它这个非整备性 是非常复杂的 有多条的染色体的根影线 像这个图上可以看到 Crosmium 1 大概五条左右 所以大家现在普遍认为呢 这种复杂的非整备性 可以促进癌症的发生发展 所以我的理论 就绝大多数肿瘤呢 首先都是有非整备性的 请大家记住这一点 我的理论呢 是非整备性 实际上在癌症发生过程中 是在比较后期的 最早期的时候呢 是由导致癌症的基因的激活 或者抑制癌症基因的失活 而把这个细胞 送到上癌症发展的历程上 然后非整备性呢 产生在后期 由于你可以 如果你多了一条染色体 染色体上带着 致癌基因的话 导致癌症的基因的话 或者你缺失的染色体上 带着抑制癌症的基因的话 这个非整备性 就会促使 癌症的发生发展 了解这个非整备性 和细胞分裂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在治疗癌症过程中 一个重要的药物 化疗药物 叫紫山唇Taxel 是98年 在美国批准上市 可以治疗多种癌症 这个Taxel怎么作用呢 它是作用在产生微管的 这个仿锤体的微管的 一个微点上 使这个微管呢 没有这个dynamics 没有这个动态性 如果大家看一下 这个一个肿瘤细胞 在用紫山唇处理之后 你就会发现 它会阻断在这个细胞分裂期 然后会产生激烈的 这个blabbing 然后就死亡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紫山唇能够杀死癌细胞 然后它是怎么 这细胞怎么知道 它已经受到紫山唇的 这个冲击了呢 这个就会到一个结构 在染色体上叫动力 这是标称绿色的 红色的是染色体 绿色的是这个动力 这是正常 细胞没有 自然唇处理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电影在重放的时候 就会发现 绝大多数染色体 会排在赤道板上 但有一两条染色体 还没有到这个赤道板上 就这两条染色体 可以使得这个细胞的 这个染色体的裂分 会阻断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非民主的过程 少数决定多数 那细胞是怎么 做到这一点的呢 它会通过这么一个 传控网络 叫仿垂体检查点 来知道 我还有没有接到 微管上的动力 然后阻断 这个染色体的分离 具体到原子机制 是怎么做的呢 是到这个MAT2的 这个蛋白 它有两种构像 不像绝大多数蛋白 有一种构像 有一种死的构像 叫OpenMAT2 一种活的构像 叫CloseMAT2 所以在活的构像中 你就会发现 这个黄色的这部分 像一个在车里边的安全带 这个红色的这部分 就是它的保镖蛋白 像一个乘客 所以这个安全带 就把乘客 裹在这个结构中 使得染色体分离 能够持育 也就是说 这个检查点 检查什么呢 就检查这个乘客 是不是带了安全带 如果有这个安全带呢 它可以不光裹住 这个细胞分裂蛋白 还可以裹住其他的蛋白 大家知道 现在疫情是在 非常的严重的 但是糖尿病 也是其中 也是一个流行性疾病 大概有几亿人 全球有几亿人 在中国可能有一亿 是叫Prediabetic 大多数都是二型糖尿病 也就是不能够 对胰岛素有响应 所以这胰岛素呢 就是大家吃了饭之后 就会 胰岛就会 这个胰腺就分泌胰岛素 胰岛素要结合在 细胞膜上的受体 叫胰岛素受体 才能够感知 这个我们吃了食物 才能吸收葡萄糖 把它存起来 如果没有这个信号通道 这个血糖就会增高 会产生糖尿病 所以重要的一点呢 这个胰岛素受体 必须要在细胞表面 所以我们发现呢 意外地发现 这个MAT2这个蛋白 也可以裹住胰岛素受体 把它作为一个乘客 如果做了乘客之后呢 它就会把这个胰岛素受体 往细胞包内内吞 也就是说 这个胰岛素受体 不能在细胞表面 就会产生问题 所以另外一个蛋白呢 要把这个MAT2蛋白抑制 才能把这个胰岛素受体 放在细胞表面上 这就是通过这个呢 我们会进一步了解 在二型糖尿病的过程中 我们这个机制 是不是导致 这个胰岛素受体的内吞 从而导致这个病人 可能会产生 二型糖尿病 但知道这个结果之后呢 我们也做了一个 对科学上的一个贡献 也就是我们把这个 MAT2结合的这个区域去掉 然后这个 insulin receptor 就会在细胞表面停留得多 这样使我们可以 更好地分离到 这个胰岛素受体 这也使我们解析了 这个胰岛素受体的结构 这是跟我们另外一个同事 白小神合作做的 你可以看到 胰岛素受体 刚开始死的构像 然后在结合四个胰岛素之后呢 这两个包内的结构域 就互相地 就结合在一起 使得它们可以产生信号 当然我回国之后呢 还是要回到初中 就是讲我们 非整微性跟肿瘤的关系 我刚才提到了 这个非整微性 在肿瘤里面 是非常常见的 但是如果从一个正常的细胞 让它产生出 非整微性的肿瘤 是非常难的 世界上还没有人做到 我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 我们实验室 现在在西湖大学的实验室 已经做到了 这是我们用这个手段 产生的非整微性的机态瘤 机态瘤你可以看到在 如果黄线是在零的时候 这个染色体是正常的 如果是高于零 就是多了这条染色体 所以你可以看到 染色体一 比如说 是有很多的 这个非整微性的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了 有了这个体系呢 我们想通过这个体系 找到所有 非整微性的肿瘤的 这个Archleys Hill 如果我们知道的话 就可以用来治疗肿瘤 那下面我讲一下 就是染色体的塑造 我们看到 这个染色体 在有次分裂过程中 这是几个微米的长度 它可以放在 这个几十微米的 这个细胞里面 但是在 没有折叠的过程中 如果你要把这些染色质 从头到脚 连在一起的话 一个细胞里面的 染色质的长度 会超过 DNA的长度 会超过两米 所以也就是 两米的DNA 怎么能够装在 十微米的 这个细胞核里面 通过很多人的研究 主要不是我们实验室的 大家发现呢 是实际上染色质 在体内 细胞内 细胞核内 是形成DNA环的 这个DNA环呢 是不是 Random的 它是可以把一些 重要的染色质的 区域 放在一起来导致 基因的表达 然后这个环的形成呢 跟一个蛋白 叫粘粘蛋白 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粘粘蛋白呢 是一个多组份的 环状的 蛋白质机器 它可以通过 ATP的水解 来做工 它可以在 细胞分裂之后 不久 可以装载在染色质上 可以形成 染色质的环 然后在 细胞分裂的后期 也可以粘粘 染色质 紫媒对 使得染色质 能够正常的分离 如果 粘粘蛋白 这个体系 出了问题 会出什么结果呢 就是在 大家发现呢 如果 粘粘蛋白的变异 可以导致 人的发育的疾病 比如说 这个 这个图片显示的 就是它有肢体的 这个 Lim Development Defect 当然它也有 这个脑发育的缺陷 是会有 这个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就是 智力障碍 所以我们就 实验室呢 就在 小鼠脑内 把这个 粘粘蛋白 敲除了 敲除了 你可以看到 这个 野生型的小鼠呢 它是非常的 自信的 如果你把它 拎着尾巴 揪起来的话 它会 这个手完全伸开 非常自信 然后我们这个 Cohesian缺熟的小鼠呢 它就 非常的 不自信 两只手 粘在一起 然后如果 你看这个 Movie的话 这小鼠也是有 很大的 缺陷的 互相的 它有 肢体的 这个 颤抖 肯定是不正常的 但是不正常 是怎么来的呢 你要看这个 视神经 这个 做一个电镜的话 就看到 正常的小鼠 它这个 视神经 网络 外圈 是有一个 黑圈的 这黑圈呢 是随壳 我一会讲到 随壳的作用 然后我们这个 小鼠呢 它在 随壳的 这个 产生 在这个 视神经 这个网络上面 随壳是 明显是少的 随壳是什么呢 它是在 神经院的轴突上 外面的一个 绝缘材料 没有它的话呢 这个信号 电信号传导 会出现问题 年龄蛋白呢 我们发现 在这个 产生随壳的 这部分细胞宫叫 少突胶质细胞里面 可以借导DNA环的形成 从而促进 基因的表达 这个年龄蛋白 是怎么来促进 DNA环形成呢 它 我们 这个model呢 叫 Lubic Fusion 也就是挤压 DNA环的 这么一个model 所以 年龄蛋白可以 首先 结合在 蓝色质上 形成一个 很小的环 然后通过 环挤压的过程 水减酶 把这个环 逐渐地变大 然后形成 DNA的环 那这个DNA蛋白 到底自己 能不能做这件事呢 我们通过 单分子的实验 证明了 确实它是 可以做这件事的 这是 一个叫 DNA帘子的实验 我们把DNA的 异端 接在一个 这个 显微薄片的 异端上面 然后加上 这个水流之后 这个DNA就 垂直 像是一个帘子 红色的 年龄蛋白 上去之后 你会发现 它会 结合在 这个链子上面 如果我们加了 这个ATP 有了能量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DNA链子 很快地 就被压缩了 也就是说 年龄蛋白 可以挤压 折叠 DNA 它到底是怎么做的 这个答案 我们还不知道 这是我们 最近解析的 一个 全长的 年龄蛋白的 电竞结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灰色的是 DNA 然后这个 五颜六色的是 我们的年龄蛋白 我不知道大家 怎么想 我看到这个呢 第一个反应呢 就是这个东西 像一个犬区的毛毛虫 这个DNA 就像是这个松枝 这个pine needle 然后这个年龄蛋白 像这个毛毛虫 是弯曲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模型呢 这是非常的 speculative的一个模型 就是cohesion 很可能通过 像inchworm 这样的一个model 来做DNA环的产生 它可以通过水解 ATP 来在全区的 或者伸展的 这个状态下 循环 然后再通过这个 循环呢 来不断地压缩 挤压 扩充这个DNA的环 那我回到这个国内之后 想接着做什么呢 我们想用 人体的干细胞 来培养内脑器官 这个内脑器官呢 实际上还不是脑 它只是一个 大概几毫米大的一个球 球里面呢 有很多种不同的细胞 所以可以看到左边呢 是这个单细胞测序 证明它确实有很多种细胞 我们想用这个系统呢 来了解 到底这个 染色质折叠之后 怎么会影响基因的表达 来决定 这个细胞的不同的命运 然后通过这个体系 来理解 三位基因组的 时空调控和功能 所以我结束呢 就想跟大家 因为这是 毕竟是一个 青年科学家论坛嘛 就分享一下 我的一些想法 这个大家可以看 especially in biology where immense amounts of work have been carried out during the last century 就是说在 生物学领域 在上个世纪 有很多很多的工作 but the most essential problems remain unresolved 就是最重要的这个问题呢 还没有解决 这是什么问题呢 the origin of life the problems of heredity and development the structure and composition of the cell 生命起源 遗传发育 还有细胞的结构和组分 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 大家可能觉得 是我说的 这个也是fitting的 确实这个 在今天我站在这儿 讲这个话也是对的 但这个话呢 实际上是 San Diego Ramon-Cohol 一个西班牙的 细胞生物学 神经生物学家 我知道也是明洁的 personal hero 1912年说的 他在 Advice for Young Investigator 在一个对年轻人的 劝告里面 这个写的这么一段话 所以我说 这个问题 科学问题 总是在的 不用挖空心思去找 科学问题 100年了还在 我想100年之后 有人站在这儿 给这个同样的讲座 这些问题还会在 只是在不同层面上的理解 我们有了很多 很多的新的手段 但是问题总是在的 与大家共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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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